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字 2023年1月27日星期五 以作为特斯拉和比亚迪的十年以上资深投资者和新能源汽车铁粉 甚至每年财报会议的重要性 为了节省朋友们的时间 我们整理了马斯克的财报电话会议讲话 提炼了一些有趣的言论 以分享给大家 看看马斯克又吹了那些牛和发了哪些怨 留待以后慢慢验证 在2022年 我们交付了130多万辆汽车 实现了17%的运营利润率 在所有量产汽车制造商中是最高的 我想可能也是所有汽车制造商中最高的 我们看到了我们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强劲的订单 截至1月 在首订单是目前产能的两倍左右 不同的车型可能会获得不同金额的IRA税收抵免 并且这些税收抵免政策仍在不断变化 今年每季度积分收入约1.5至2.5亿美元 随着销量的增长逐季度增长 特斯拉保险业务年收入约3亿美元 每季度增长约20% 比汽车交付增长更快 约17% 车主采用特斯拉保险 Cybertruck在2023年中开始投产 需要精力产能爬坡 大规模量产将在2024年 2023年公司内部产量目标接近200万辆 我们说180万辆是要留有余地 希望到2030年每年销售2000万辆汽车 这意味着它将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而实现这一状举需要十多家工厂 特斯拉的一个长期目标是销售额每年复合增长50% 尽管整个汽车市场可能会收缩 但我们的需求很好 价格真的很重要 有很多人想买特斯拉汽车但买不起 所以这些价格变化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实有影响 对于很有钱的人来说 他们忘记了财务承受力有多重要 制造尽可能多的人买得起的汽车一直是特斯拉的目标 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制造尽可能多的人买得起的汽车一直是特斯拉的目标 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FSD Beta是所有消费者可以尝试最新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唯一方式 一些聪明的散户投资者明白 但很多其他人可能不明白 我们每卖一辆车只要上传软件 它都有能力启用全自动驾驶 全自动驾驶正在迅速改善 我们的数百万辆全自动驾驶汽车可以100%的毛利率出售 它的价值随着其自主能力的增长而增加 当它完全自动驾驶时 这些车的价值就会增加 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资产价值增长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在内部生产超过1000千兆瓦时的电池 利用供应商和内部生产的电池可以更快地扩大规模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能让4680电池实现低成本 高能量密度的惊人计划 能量存储也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并继续加速 可持续能源未来的三大支柱是电动汽车 太阳能和风能 另一个关键是固定存储 以存储太阳能和风能的能量 因为太阳不会一直发光 风也不会一直吹 我们的观点是希望继续生产和销售尽可能多的电动汽车 我们相信能够继续推动强劲的销量增长 同时保持行业最佳的营业利润率 可持续能源未来的三大支柱是电动汽车 太阳能和风能 另一个关键是固定存储 以存储太阳能和风能的能量 因为太阳不会一直发光 风也不会一直吹 展望2023年 我们正在积极利用实力和成本 我想在这里说明三个关键点 首先 客户对我们产品兴趣仍然很高 第二 在降低成本方面 我们坚持快速增加产量的计划 同时提高间接管理效率 这是保持运营利润率优势的最有效方法 我们将继续确保为长期路线图优先提供资金 这包括扩大内部电池生产 将Cybertrack推向市场 发展下一代汽车平台 拓展制造业足迹增长能源业务 把更多的制造业转移到美国本土式特斯拉的计划 在未来几年里 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看看我的推特账户 好吧 我有1.27亿粉丝 他在继续快速增长 这说明我还算受欢迎 二展望特斯拉的未来 这将是一家新能源车公司 加新能源电池公司 加自动驾驶软件公司 加芯片公司 加人工智能公司 加机器人公司 加先进的制造业技术服务公司 加储能公司 加汽车 保险公司加无人驾驶出租车公司 三前重庆市市长 黄祁帆断言 今后二三十年 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 大体上现在已经出现雏形 出现五个方向 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 二是家用机器人 三是头戴式AR VR眼镜或头盔 四是柔性显示 五是3D打印设备 看看特斯拉赶上了几个 四很显然 特斯拉这次财报会议 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财报发布会 一个成功的财报发布会 首先是建立在出色业绩基础之上的 其次对未来公司一年的发展 有清晰的阐述 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不回避正面解答 正是由于这次成功的财报发布会 第二天 特斯拉放量大涨10% 并将拉开特斯拉股价 一波强劲的反弹 五俄罗斯权威媒体 卫星通讯社发布报道称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所占份额 从2022年1月的9%增至 2022年12月的37% 据12月统计显示 63.7%的新车从中国进口 六汽车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使拉动内需 扩大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 近期天津 沈阳 郑州 济南 三亚 南昌等地陆续出台汽车消费促进政策 其中发放汽车消费券是一种重要方式 汽车市场有望在拉动内需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7.根据瑞士信贷集团报告 中国的超级富豪人数是世界上第二多 仅次于美国有超过3.2万人的财富规模 达到超过5000万美元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